杨承琳2019年和李荣浩结婚 却在甜蜜新婚不久后就碰上疫情 两人曾经超过300天都没有见到面 让粉丝相当不舍 好不容易杨在去年踢馆浪姐2 风光夺下第三名之后 便顺势将事业重心移往大陆 不只在路中的曝光率直接飙升 也有更多时间可以好好陪陪老公 没想到现在却又陷入两难 最近他在节目中透露 有件事让他苦恼了两年 就是他该为了生活而在工作方面 稍微停下脚步吗 他说因为自己出道的早 加上现在到大陆工作 没有办法陪伴妈妈 内心其实会有愧疚 让他考虑移居 觉得是不是要找一个新的居住地点 让自己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同时陪伴妈妈跟老公 其实在今年母亲节 杨承琳就陈塞出跟妈妈的合照 闲下这两年因疫情和工作规划 导致母女必须分隔两地 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不在家 Yumi走了 妈妈是否会时常感到孤单 满满都是愧疚 希望她能早日找到平衡啊